台湾形象展首次来到美国 地点就选在华盛顿特区的雷根大厦 现在就由新唐人记者带您直击 科系动态影像搭配文化艺术 报写董事长黄志芳点下圣火 为美国台湾形象展揭开序幕 美国商务部次长拉歌 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建亲自站台 台湾多位友邦驻美大使都受邀出席 见证台美经贸历史性的一刻 This event in and of itself is a testament to the outstanding support that we have for the Taiwan business community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is laser focused on expanding and deepening the US-Taiwan partnership We're fully committed to it and we're going to show our steadfast commitment in our words and in our deeds We are here to show with our American friends The cultural hospitality 臣对美国产业的需求 台湾政府率领83家的企业 那么涵盖了5G 医疗保健 还有电动车等领域 展现国家队的坚强实力 台湾电子五哥之一的合硕端出全球首次亮相的智慧座舱 从软体到面板 结合台湾供应链要打造MIT的电动车 锁定美国电动商用车市场 美国的市场有很大的一块在商用车的市场 像右边这块瓶是触控瓶 那它可以取代掉原来我们的大型车辆上面有很多的机械式的开关 那我们希望做到的是全部都是国内制造 都是台湾制造的这些零件 如果没有意外应该明年度会在台湾的路上 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系统在车上 台湾这个团队跟美国的团队 我们还其实还有一个欧洲团队 我们三个是合并一起运作现在 所以这个中心巴士未来就是 我们希望能够借着这个全球的合作 在美国先卖 然后在台湾将来东南亚 然后一直到南半球 这辆电动巴士正是台美合作成果 由经济部担任推手 促成车辆中心于美国Atmo集团 创立优车智能 更锁定美国智慧电动校车市场 还有全球热门的无人机应用 由台湾自主研发的无人机中央控制指挥塔 结合中华电信 雷虎科技等台场技术 能用载救灾 还能起到反制无人机的作用 我们这个雷达系统 侦测到它的空中 它飞行的速度高度 以及它相对的一个位置 所以我们就让我们的无人机 可以启动在空中 然后到最后的时候 用影像然后追踪它 然后可以把它做一个冲击式的方式 把它挤落 展现台湾国防自主能力 技术领先优势 以及美食与文化 让美国人对台湾有更深刻的认识 以上是新唐人亚太电视 李晶晶陈辉摩 在美国华府的采访报道